这天吃饭的时候,他正好就跟李夫子说起这件事。 李夫子,我们北关村建学堂的事情,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呀? 你这丫头,是不是早就把主意打到我身上来了? 我就知道什么都瞒不住你,之前在想着建学堂的时候,我就觉得您是最适合的人选。 老夫年事已高,这是…… 宋辰心里咯噔一声,脸上神色有些紧张了,果然是怕什么来什么吗? 年事已高算什么,只要他愿意,他可以让他变成轻壮年。 李夫子,您再仔细考虑考虑可好,我不求以后学堂里的每一个人都能走上科举之路,但是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多学一些对自己有用的东西。 人要多读书,必须要多读书,这样他才能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宽广。 你看看我们村现在这些面抄黄土被抄天的人,祖祖辈辈都跟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打交道。 这么多年,没有一个人可以走出北关村,他们看到的都是邻里之间的一些鸡毛蒜皮的斤斤计较。 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?我们为什么要让这样的生活继续持续下去?文明必须是一点一点被推动的。 小辰,我李延这辈子做的最重要,最正确的一件事,就是来到北关村。 在此跟你说话,我这个老头子都觉得自己受益匪浅。 我总是觉得,你能看得很远很远,看到我们看不到的地方。 其实也不是看得远,只是我见过不同的世界。 我就当李父子答应了,我觉得学堂还是要选在一个清静些的地方,不知道父子有没有什么意见。 最终,学堂的位置定在了村子的最北头,跟宋辰他们家这边相隔甚远。 李延自己也提出了要建斋子的想法。 宋辰看着拿两张银票找到自己的李夫子,脸上的鸡肉都跟着在抽。 李夫子,您这是要给我发压岁钱吗?这好像还没到时候呢。 你这丫头竟会给我打哈哈,你知道我找你做什么的。 这些银子不是给你的压岁钱,是我要建宅子的银子。 难不成,以往我在你这丫头心里都是个贪官,出手能有这么大方? 你要是贪官了,这世上就没有清官了。 您是不是在这里住得不自在? 这好好的怎么要建宅子啊? 您一个人住多没意思啊? 谁说我要一个人住了,圣威在没有考上状元之前,一直都要跟着我住着。 到时候,我再买个专门伺候的人回来,小日子不是也挺舒服的吗? 按照你这样想,的确是挺舒服的。 不过我觉得吧,您这除了要个伺候人的老妈子,是不是还缺个美娇娘? 你,你这丫头,还真的是什么都敢说呀。 你说说你,你在想些什么呢? 这话也是你一个未出阁的丫头能说的。 我这不是为您着想吗?怎么就不能说了? 我,我什么时候有这种想法了?我都这把年纪了,还要想这些,你当我是什么人呢? 我,这银票您拿回去,我保证帮您弄出一个让您满意的宅子来,到时候您自己选,你自己中意的家具就好,就当是我们一家子孝敬您的。 这宅子我收下了,往后学堂那边,你不要想着给我什么月钱,可好。 好啊,就这样设定了。 我那个宅子就建在学堂旁边吧,离学堂太远了,我也不想来回折腾。 嗯,好。 还有。 这两件事定下来,宋辰就开始找人了。